11月23日 主力在鸿海中失败后吉保变化 作者 A大 星期五台股上涨348点 台积电先上涨了30元 占了台股指数240点左右 鸿海仅上涨了0.5元 下星期一MSCI指数调整 星期五晚上美股优收上涨 下星期一鸿海应该会有落后补涨的情况 毕竟上星期五台积电都已经先上涨30元了 一般MSCI指数调整时 整天一定就是没什么成交量 只有最后一笔汇报大量 星期五台积电已经先涨了30元 下星期一不会涨的几率一定是很大的 星期五鸿海才涨0.5元 下星期一没什么成交量 就是鸿海落后不涨一下 今天看一下鸿海近两周的吉保股权分析 融资 融券集结券卖出情况 从11月12日开始 市场在打台积电不能出货7nm晶片给中国 整个台股走势都变得非常的弱 当台股指数很弱时 大型圈之股自然也会很弱 外资群知道台积电股价如果下跌 剩下的大型全职股会下跌的机会 就会相对的大 鸿海从三月股价上涨之后 股价已经会和大盘 广达 台积电联动 也就是大盘上涨 鸿海也是会上涨 是有可能慢个一天或几天 在下跌时也是这样 这一波也是台积电及台股先下跌 后面鸿海及广达才在赶进度的补跌 当鸿海中的外资群及主力 看到台股及台积电弱势 自然也是会担心自己手上的鸿海股价下跌 毕竟这一个波段外资群及主力平均是买在205到218元 当鸿海股价跌下来时 很快就会遇到自己的成本区 大家看鸿准备鸿海破梗后 外资群第一天就狂卖了4万多张 卖出价格在86元左右 和他们平均进货成本87元差不多 外资群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一来是减少散户卖出的可能性 二来是自己先回收一些资金 不然鸿海破了红准的梗后 如果外资群还是不为所动 那里面的散户就会先跑 外资群等于就是成了冤大头了 外资群进到红准是为了去割散户韭菜 不是为了被散户割韭菜 在鸿海破红准的梗时 以红准的骨价在93.8元 大部分的散户都是赚钱的 外资群如果不快速的把骨价拉下来 里面的散户就会跑掉 好不容易骗了一些散户进来 如果让这些散户跑掉 那套牢的就仅有自己 而且外资群如果先卖掉4万张 接下来是能拿着4万张买来卖去护盘 星期三外资群卖了红准4万张 星期四是买超了7284张 星期五买超128张 这等于就是护盘了 之所以外资群星期四及星期五 会买超的原因也很好懂 因为市场的散户也看清了 红准没有拿到GB200散热的大订单 所以也不会想要进去抢反弹 会买红海集团的散户都是相对精明 他们也是懂三大法人 在红准中做的局破了 现在也不会想要进去帮他们解套 红准的股东现在只要在60元 等着三大法人自杀就行了 毕竟红准短时间营收及获利是不会成长的 就算和三大法人称 最后一定是三大法人认输的 这也算是三大法人自作自受 非要用筹码面及题材去炒作 明明红准的营收及获利就没有增加 之前红海还没有破红准耿钱 那时我就提醒过大家 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红准营收及获利增加 也没有看到红准基本面及产业面有变好的现象 三大法人这一波单纯 就是以为自己有钱就是老大 就直接用筹码买了红准二十几万张 红准的股本才140亿 朱利买了这20万张 等于是买走了七分之一的红准 朱利是这样想的 红海持有红准40万张 这些股票不会变 很多的股票等于都是不会流动的 三大法人只要把会流动的的马买完 这样等于就是索马了 那时市场只知道红海12月份要出货GB200 市场也不知道散热订单是要给红海集团的哪一间 三大法人就利用筹码优势去拉台 等于和散户玩一个心理战 一些散户会觉得三大法人敢这样买 他们一定是有内线 知道红准拿到GB200的大订单 知道红准会发大财 如果红海不要出来破梗 确实时间只要一拉长 会有不少的散户被骗进去 但红海一进来破红准的梗 等于就是把三大法人题材击碎 里面原本一副大团结三大法人 就成了勾心斗角的敌人 他们彼此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做 所以就是先卖先赢 有的没有进来参与的外资 看到红准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会进来不踹一脚 接下来三大法人想要在红准中全身而退 我个人觉得难度很大 大家是可以继续地看下去 看外资群少了GB200这个题材能吹牛后 他们要怎样在红准中自救 第一天我看到红准中的主力卖出 但大魔、小魔、瑞银及高盛 还有大量股票没有卖掉 我就知道他们会自救 大家接下来会看到这些外资群 每天在里面买一堆 卖一堆 企图去稳住红准的股价 不过只要没有散户及股东进去买单 这些外资群就是浪费交易税及手续费 会买红海集团的人 个性都是相对保守的 也不会这么容易被这些外资群及主力骗 接下来外资群及主力能在60到70元 把股票卖回给原来持有红准的股东就偷笑了 我这一句话 红准的获利完全没有成长的现象 结果外资群及主力就把股价向上拉抬了50% 这不是妥妥送钱吗 外资群及主力都送你钱了 你何必再把钱还给外资群 外资群如果不把红准便宜卖给你 你就来红海中慢慢的等他们 毕竟红海真的有GB200的题材 外资群最近卖了红海 未来外资群及主力是注定会回到红海中的 因为明年GB200会让红海的营收及获利持续成长 红海的GB200已经确定了 刘董都在法说会上说明年消费智能及云端网路营收差不多 这等于云端网路明年会有3兆的营收 今年云端网路营收才2兆 这种确定的题材你不要 你要去买股价已经涨上来 营收 获利及题材根本都没有看到的红准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外资群及主力本来是坏心眼药拐散户进去红准坑沙 现在就自己种的鹰 自己去尝那个果 大家按赞并留言 红海明年会因为GB200营收及获利持续增加 云端网路消费智能营收会差不多 这意味着云端网路明年营收会有3兆以上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 主力在鸿海中失败后急保变化 2. 主力在红准被鸿海破梗后走势 3. 股市中小型投机股近期蠢蠢欲动 这一周鸿海的股东增加21963人 股东人数从904,313人增加到926,276人 昨天我就说过 近10个交易日下来三大法人卖了十几万张鸿海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三大法人卖的是散户买的 急保股权是从上星期五算到这星期四 这一周鸿海的周线是203.5元 不过新增的21963个散户是从上星期五到这星期四 所以成本应该是昨天的周线 也就是204.3元 这很符合我和大家说的 原本鸿海股价从100元涨到234.5元 在上涨的过程中散户的心理锚点是100元 所以会在105元被洗掉3万个人 在120元被洗掉5万个人 在132元被洗掉4万个人 合计被洗掉了12万个股东 这12万个股东是从2019年到2024年2月新增加的 其中有2万个股东成本在80元 有10万个股东成本在106元 之所以2024年2月以前鸿海股价会一直在100到105元整理 那是因为里面新增的散户成本都在106元 所以只要没有外资群 主力或内资强力的干涉下 无论鸿海都有价值 赚多少钱 股利率多少 一年能赚资产的多少 这都影响不了鸿海的股价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筹码面 技术面 法人心理面及散户心理面 所谓的筹码面就是散户的成本都在106元 大部分的散户就是在106元上下买来卖去 一般的散户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低一点 再低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的成本在106元 鸿海股价会在100到105元整理 当遇到一些大利空时 如COVID 19全球大爆发 台湾大爆发 中国大爆发 郑州员工出走 中国查复式康子公司税时 股价会跌到94元 也就是散户平均成本的10%左右 这是不是和前一阵子很像 之前我一直和大家说散户的平均成本在194元 有26万个新鸿海股都买在这价格 后面外资群 主力及内资卖掉手上的持股 鸿海股价就会在180几元呈现稳态 鸿海股价跌到160元 那时出现台股大跌104点 1807点 一个多月指数下跌近5000点 想要看到比散户成本低10%以上的期间 发生的时间一定是非常短的 那时市场一定是极度悲观的 大部分散户自己会在成本的正负10%之间买来卖去 向下跌就一直加码及摊平 向上涨就会卖出 当你了解这道理后 你就不用幻想鸿海股价会跌回100元 130元 150元 这都是不可能的 之前鸿海新增的26万个股东 他们平均是买在194元 后面三大法人发掘鸿海股价在180几元呈现稳态 就在180几元进来玩另一个波段 那时我有和大家说过外资群及主力的风险处理 极致损失会有的情况 那时我是不是说外资群及主力 在205元到218元买走散户的股票 他们就是吃准鸿海股价稳态在180几元 这已经算一个刚底了 当外资群进来买走205到218元的股票 这时一定是买在194元的股东卖给他的 外资群及主力就算波段玩失败 散户也会在下跌的1% 3% 5% 了不起是10%等着三大法人卖出 也就是在200到210元之间等着三大法人 大家看外资群卖了11.2万张 三大法人卖了十几万张 散户增加了23536人 这些人有的是之前卖出的股东 有的是新进来的股东 不论是哪一种人 只要出去后再进来 他们心中的锚点就会平移到208.5元 这应该很好理解对吧 当你愿意用208.5元买进 代表你能接受这价格 最近近来买进的26000个股东 他们就是能接受208.5元 外资群及主力这一次操作虽然失败 不过就是让鸿海的底部区整个变高了10元 这时会有人说在194元买到的有26万个人 也才9万个人卖出 然后26000个人买回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鸿海之前涨到220元 新增的26万个股东减少了9万人 还有16万个人是没有动作的 这意味着这16万个人 是觉得220元的鸿海没什么好卖的 这些人是认为鸿海应该值更高的价格 所以最近三大法人和新的股东换手后 鸿海的股价底部区就会被抬高一些 上一周鸿海股东人数增加4573人 股东人数从89万9740人增加到90万4313人 上一周鸿海的周线是215.6元 大家应该是能发觉这个价位散户增加的数目不多 会这样的原因一部分也是因为三大法人那时还在做局 对散户来说 鸿海这一波的最高锚点是221元 跌到215.6元也才下跌了5.4元 仅下跌了2.44% 这当然是比不上这一周到204.3元 从221元跌到204.3元 这样是下跌了16.7元 跌幅7.55% 这个已经是在散户会向下买进的位阶了 对散户来说 短时间下跌3% 5% 10% 这时买进能强反弹 有一些则是在205到218元 把股票卖给三大法人 跌到平均价格204.3元左右刚好可以买回来 这样就完成了高买低买好轻松 外资群即主力这个波段等于就是发红包给散户 而且还帮红海的底部区变高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外资群即主力这一波段进来 是为了炒GB200的行情 但事实上GB200在12月份才会出货 明年第一季才会有完整的整季营收 第二季就能看出整个GB200对红海的营收 及毛利率的贡献如何 如果是以中长线价值投资人的角度来说 我是觉得要看2025年会比较准一点 一整年的GB200出货 营收大概能有1.8兆左右 全年透过营收 毛利率 盈利率就能知道GB200的贡献程度 大家不要以为GB200就只有明年出货个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就完了 当GB200出完后 之后回答可能会有GB300 现在AI伺服器是属于公布应求 不是客户不够多 也不是红海初步了这么多 而是台积电的产能限制住了 台积电明年会有更多的新厂会落成 当台积电越多的新厂落成 台积电的营收及获利会暴增 回答 红海及AI概念股的营收也会持续的增加 所以大家不要傻乎乎的看到三大法人 拨断完失败就觉得AI伺服器行情结束了 外资群及主力是靠投资为生的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买来卖去 他们是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抱着不动的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你是经理人的主管 你是那些经理人的客户 那些经理人如果说自己欧印买了红海就不动 如果你是主管 你会不会把经理人开除掉呢 如果你是经理人的客户 你会说买红海欧印后不动 那我还需要这经理人要干嘛 每年还要被收管理费 不如就是自己拿钱欧印红海 了解这道理后 大家就知道经理人要装忙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要装忙 我们投资是为了赚钱 想要在股市中赚钱 你就要避免付出一些没必要的支出 例如手续费 交易税及买卖差价 既然我们知道AI伺服器才刚开始 接下来AI伺服器年负成长很高 红海的营收及获利就会持续的增加 我们只要吃准这一点 大家永远就等得到下一次外资群 主力及内资进来炒拨断行情 在过程中大家就是有钱就买 没钱就报 红海接下来几年AI伺服器会年负成长四成以上 三大法人在那耍白痴的买来卖去时 是让你有机会买到更多的股票 不然你持有一张 三张 五张 十张的 就算红海涨到300元 400元 500元 甚至是1000元 那对你的人生也没啥意义 我们知道到2031年AI产值一兆美金以上 软体占五成 硬体占五成 红海在硬体目标是占的四成 大家就能知道 接下来几年红海能吃到好几兆的AI产业营收 会打董事长说 有100兆的商机 有了大目标的 中间小不小动是那些短线课赌博所需的情况 和价值投资者无关 想要参与AI百年大行情 你在接下来几年就是报警股票 然后持续的增加持股 不需要跟着三大法人买进及卖出 不然三大法人在三月时开始买到 到了七月中开始卖出 卖到九月中股票卖光了 接着又在九月中开始买到11月11日 大家看三大法人买进的价格 有比他们当初卖的更低吗 应该没有对吧 既然有26万个散户平均买在194元 代表三大法人当初就是卖在194元 九月中到十一月中近来买二十几万张 是买在205到218元 只要鸿海AI伺服器的成长没消失 下一个波段是会再来的 鸿海的股本够大 之后市场大部分的投资人都相信 AI伺服器商机时 唯有鸿海才能容纳这么大资金水位 从11月12日到今天 鸿海的借券卖出从5万4千张增加到8万2千张 增加了2万8千多张 融资从8万张增加到8万8千7百张 最近还是有一些外资群 即主力趁着台积电弱 台股也若是去偏空操作鸿海 先借一些股票出来卖 有一些散户会觉得短线会输外资群或主力 其实这就和台股及其货原理差不多 外资群如果要买1000亿之前 他们就会先买一堆期货多单 之后才开始买1000亿的现货 当外资群买1000亿的现货时 指数自然就容易上涨 外资群想要卖出手上的现股时 他们自己也会知道自己要卖了 就先去放空期货空单 这样外资群在卖现股时 指数就容易下跌 外资群在个股也会有这种症状 想要卖股票之前 外资群会先去借券出来卖 有一些外资群或主力是手键的裸空 有一些则是手上有现货要卖 先先借券出来卖 这样在自己卖几万张情况下 股价如果下跌 这样他们就能赚一笔借券卖出的差价 不过外资群及主力在个股中不一定是会成功的 记得几年前港商麦格里就在鸿海72元时拼命的卖 每天就是2万 3万 5万张的卖 鸿海的股价了不起就是跌到70元 之后不论怎么卖股价都不会下跌 麦格里以为自己卖了10万张 所以鸿海股价会崩盘 但他没有想到鸿海净值就87元了 还在那蠢道用70元卖出鸿海 在那街圈卖出 最终就是被炸空到怀疑人生 短线的股市确实是有钱比较占优势 不过想要逆着趋势做 觉得自己是老大的 偶尔确实是能自己控制股价走势 不过有时候也是很有可能被教训 像之前五毛仔在鸿海中玩短线 鸿海那时每天成交量仅有2万张不到 五毛仔每天一买及一卖的成交量就有5000到1万张 后面鸿海成交量放大后 五毛仔有展现过自己最大的能耐 也就是买1万多张 卖1万多张 意思就是说 当初鸿海成交量在2万张不到时 五毛仔是有能耐把鸿海压制住的 毕竟五毛仔最大的能耐是买1万多张 卖1万多张 这等于就是鸿海整天的成交量了 不过后面外资群 主力及内资进到鸿海中操作 鸿海的成交量就放大到10万张 甚至是20万张 五毛仔就这样被教训了一个星期 赔了5000多万 之前五毛仔玩了几个月 公五不克 战无不胜地赢了1000万 后面再短短一周就被教训赔了5000万 短线的股市玩法不能太单调 有时候外资群及主力会一直偷换券商 就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们短线怎么玩 有时在偏多时 又故意给投资人看自己在做多了 这是为了吸引更多做多的人进来加入 短线成功及失败都是可能的 所以投机8要素是 让你有和别人能力和别人对战 在过程中还是需要危机处理能力 毕竟股市突发的事件很多 例如每一季开出的财报不一定都会很好 也有可能突然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美国禁止台积电出7奈米以下的晶片给中国 中东战争 俄国战争等 反正突发事件一堆 玩短线的人本来就是要接受赢集书都是可能的 在做错时如何危机处理减少损失 在作对时如何趁胜追击更多 短线投机本来就是平均下来是赢你就是王者 很多散户不知道失误会什么了 以为短线一定要百战百胜才会是王者 常常听到一些分析师 网红 头顾老师说自己短线百战百胜 然后赢了多少又多少的涨停 其实如果那些人若是真的能这样很快速的一直翻倍赢 他们的财富早就征服宇宙了 怎么有可能还在电视上打广告收会员 一般厉害的短线课自己是能赢 但很多人一起的人 那就是变谁是最后一只老鼠了 所以你听到有人带你玩短线 然后说能一起发大财 你直接就是在他的头上贴一个弱字 这种人不是蠢就是坏 不会有其他可能了 新闻说 黄仁勋现身香港货班科大荣誉博士 称爱重设世界 会大执行长黄仁勋今天或香港科技大学 班授工程学荣誉博士 黄仁勋在致辞时表示 人工智慧 AI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技术 机械人时代即将来临 整个世界都将被重设 综合多家港媒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今天举行学位班授典礼2024 并于典礼上向四位杰出领袖班授荣誉博士 黄仁勋是其中之一 其他货班的杰出人物为 国际影星梁超伟 因其在电影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与国际影响力 荣英人文学荣誉博士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的李维特 美国数学家盲福德货班理学荣誉博士学位 黄仁勋在接受学位后发表一段简短演说 他感谢香港科大的肯定 也表示羡慕这个时代的毕业生 希望自身也能在这个时代开启事业 因为现阶段的一切都在改变 重设 在AI的世代将会迎来革新 黄仁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被问及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先进计算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的可能性有多大 以及这将如何影响全球合作的努力 他表示 开放科学和全球合作 数学和科学的合作 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它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科学进步将继续下去 黄仁勋说 我不知道新政府上场后会发生什么事 但就算有任何事 我们会及时做出平衡 切合法律和政策 继续推进科技发展和服务环球客户 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我们能够做到 没问题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对AI发展的影响 黄仁勋表示 人工智慧的进步是全球性的 开放的科学和开放的研究 是人工智慧发展的基础 他说 我完全相信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未来不会有任何事情会阻止这种情况 开放科学和开放研究是基础 黄仁勋还提到回答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他表示 目前企业在中国已经发展超过25年了 我们在上海 深圳 北京和香港有四个令人惊叹的设计中心 我们在中国有几千名工程师 他们为今天的成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过去的25年里 有幸看到中国的技术是如何发展的 根据陆媒态媒体21日报道 黄仁勋子行有望在香港停留数天 这也是黄仁勋相隔数年后 首次以公开放式到访中国 新闻说 红海挥刀获利了结 红准惨衰差一档跌停 红准先前因切入一冷散热而受资厂资金追捧 不过19日母公司红海子公司保新国际处分 14,053张红准 处分利于2.04亿元 消息公布后 今日红准股价跳空开低 至结稿前最低下探84.6元 据跌停仅差一档 红准先前因切入AS福气一冷供应链 再加上新游戏主机即将推出市场资金追捧 摩根市丹利也于本月6日发布报告 看好新主机于2025年上 事后能大幅提升红准营收 而打入AS福气一冷供应 也能进一步推升其业绩成长 大摩因此将红准升平值加码 目标价也提升至115元 母公司红海昨日代子公司保新国际公告 于11月8日波浪号19日间处分 14,053张红准 均价位94.065元 交易总额达13亿2,189万 处分利益为2亿352万 并表示处分目的主要是为实现投资利益 此次交易后 保新国际仍持有红准一亿1212万8274股 持股比例达7.93% 外资报告发布后红准股价一路走扬 在11月15日达到本波高点99.9元 但近期股价则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 而今日在集团宣布获利了结的情况下 也引爆卖压 早盘急跳空开低以88元开出 尽管一度有买单拉台至89.7元 不过在今天整体盘面较弱的情况下仍难抵卖压 这几稿前最低下探84.6元 跌9.2元 仅差一档就触及84.5元的跌停价 A大回答 这一周红准宣布处分红准14000多张 红准的股价大跌了两天 这一周红准的股东人数增加了16560人 红准的均价在88.84元 这等于就是这一波近来炒作红准的外资群 及主力的平均成本 红准宣布处分红准后 外资群其实是跑不太掉的 红准宣布的隔天外资群先跑了4万多张 但外资群累计还是买超了红准十几万张 成本在87元左右 大家应该会发觉这两天外资群就没办法再卖出红准了 一来是因为散户知道红准根本没有接到什么GB200的散热大订单 所以就不可能用87元以上去追红准 现在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在87元 股价跌到82.2元 现在外资群如果一口气把十几万张股票出掉 红准的股价铁定是会到60几元的 这样外资群有可能会赔到20几元的差价 10万张红海一张赔2万元 这样等于会赔20几亿 所以现在还是能拿卖出的4万张稳住红准的股价 看风投过后有没有傻瓜散户会进去追红准 外资群及主力是知道散户都惊于脑 只能记得7秒前的事 所以只要主力及外资群能把红准股价撑住一段时间 那散户就会中毛定效应的进来买 一些卖掉红准的散户 原本是会在红准跌1%,3%,5%或10%进去买 红准把红准200散热题材直接击碎 卖掉的散户就不会急得买回 也许就是一跌10%,15%到甚至是20%以上才接回来 有一些甚至会等红准股价跌回去60元才买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这一波买红准的是外资群及主力 如果他们撑不住 他们就会把手上的股票卖掉 大家看红准和红海之间的不同 红海是因为有AI伺服器 红海是因为有AI伺服器,红准200 而且营收及获利真的有出来 明年红准200真的会出货 而且AI伺服器会好很多年 这种情况下三大法人才在194元 把股票卖给26万个股东 但红准的主力这一次是被破梗 散户根本没有要去接手更高股价的迹象 大部分散户对红准的Gb200题材不抱希望 自然就不可能开比较高的股价去买 这也算是外资群及主力活该 去炒一个获利及营收八字没有一撇的红准 以为自己有筹码自己就是老大 现在踢到铁板了 这一次红准是很有可能股价跌回去起涨点的 一些不靠基本面及产业面而炒作上去的个股 再跌下来时是很容易跌回原型的 毕竟红准的获利连续7年衰退 接下来红准的获利也不会提升 那红准股价是凭什么向上涨 外资群及主力炒这种公司 只要散户买到 那散户之后一定是会很惨的 这一次红准中的主力及外资群被破梗 那就自己吞下自己做的饿 这两周红准中的股东增加29,283人 原本外资群及主力在上一周 已经有成功地把红准的股票出给散户 上一周红准的散户增加12,723人 这12,000个散户上周平均买在红准94.44元 三大法人就仅是让红准股价先打一个锚点 接着向下跌一点 就有一大堆散户进去买进红准 大家应该有发觉前一阵子一般讨论区 会有一些散户在骂红海 说红海这样搞红准 其实上周买到的散户 自己也是为了进去赚差价 就仅是被迫梗而已 三大法人先从47,000个散户手上买走股票 近两周红准中股东减少29,283人 不过红准中千张以上的超级大户 还买超了17.8万张 这些股票想要出掉没有这么简单 之前红海股价在上涨时 我有和大家说过 一开始三大法人在炒作时 他们会故意让一些无知小散户赚钱 上星期新增的这12,723个 就是无知小散户 他们能买的量本来就不多 上一周大部分都是0到5张的小散户进去买的 三大法人上周也是故意要让这些无知小散户赚钱 后面才能引来更多的大鱼 没想到就这样被破梗了 这一次大家是可以好好的观察三大法人 怎么在红准中自救 我个人觉得三大法人这一次在红准中 铁定是会赔钱的 就是赔多少而已 大家记得一件事 三大法人要炒这种获利一直衰退的公司 本来就是相对危险 原本就是想靠筹码面及题材去炒股价 结果后面题材被母公司红海破梗 现在全世界的散户都知道 红准没有拿到什么GB200的散热大订单 三大法人一定就是吸引不了大鱼 大家看之前红海股价上涨的过程 后面其实是需要5张到100张的小散户 散户 小石户进来 甚至红海营收及获利有出来时 中石户 大户 超级大户人数都会增加 这样才有可能去吃掉三大法人 要出货的50万到60万张股票 三大法人在炒作红准时 一开始可以用筹码去拉抬股价 可以让股价一直很强势没有问题 但市场只要不相信红准未来有什么发大财的题材 那自然就不可能进去 尤其是被自己的母公司红海破梗 大家看最近太金宝第二由炒股集团进去炒 这种就很难被破梗 太金宝第二是存托凭证 也不会忽然有人大卖 就算有人出来大卖 那股票的数量也是有限 现在炒股集团用很瞎的太金宝 拿到GB300订单在炒作 这看到懂的人眼中明显就是鬼扯 不过会去买太金宝第二的散户 智商本来就不高 这种感觉就像是 大家看平常会有一些诈骗集团的人 又名人的照片写一些很蠢的广告词 大家知道目的是什么吗 这其实就是在过炉有一点智商的人调 诈骗集团的想法是 连这种纯到爆炸的广告都信的人 一定就是傻到爆炸 这种人才好骗 骗这种人才是最有效率的 如果诈骗集团的文案写得四真四假 这时就会有很多聪明的人 也会去联络诈骗集团 但聪明的人成功几率就是很低 诈骗集团也是有时间成本及机会成本的 不会想把时间浪费在很难诈骗的人身上 所以大家懂了吗 会去买太金宝第二的人 智商其实就很低了 炒股集团要去骗这些低智商的人 自然就是会相对容易 和你说有GB300GB800GB1万什么的 那些智商低的也是会相信的 其实会去买鸿海集团的人 都是相对保守的投资人 这些炒股集团选定红准去炒 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大家看三大法人在鸿海中几年后 其实也没占到什么好处 鸿海是一间有价值的公司 股价涨太夸张时投资人不跟 股价跌下来时价值投资人就拼命买 这种人你想要骗他们 难度就是很高 只能说三大法人这一次选错股票了 选到红准最终就是赔个几十亿出场 新闻说联准会不及降息 市场预期12月暂停降息几率高 随着市场持续消化川普的当选 以及联准会对未来政策宽松的路径变得谨慎 市场猜测暂停升息的可能性不断往上升 根据CME FAYWISE工具 交易员提高了联准会12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 从上周的17%调高至目前45% 22日联准会发布了明年1月启动的框架审查计划更多细节 框架审查降会有两大聚焦重点 一个是审查联准会在2020年8月通过的 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 第二个是探讨联准会的政策沟通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 FOMC制定的2%作为长期通胀目标 不会成为此次审查重点 有分析称 这可能会让认为通膨目标制定有问题的学术界 和政策分析界人士感到失望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 哈欣斯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心 在7月份报告称 一些人主张将2%目标提高到3%或4% 另一些人则认为该目标应保持不变 还有人呼吁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区间 比如1.5%到2.5% 而不是单一数字 联准会在声明中称 定期框架审查的核心是 其货币政策策略 工具和沟通 这三点都是联储局用来实现 国会赋予的最大化就业 和价格稳定双筹目标之框架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特别提到 愿意接受新想法和批评型反馈 并将吸取过去5年的经验教训 2019年进行类似审查之后 联准会在2020年修改其框架 更加重视就业目标 并允许一段高通膨时期 来抵消通膨过低的时期 一些人指责称 这种方法导致联准会 在2021年物价开始加速上涨之际 反而减缓了应对通膨的速度 A大回答 自从9月19日FED宣布降息两码 11月8日又降息一码 美债价格一直是没有上涨 现在美债和9月19日之前气氛 也非常不同了 9月19日之前 一堆人要开杠杆买美债 要买了押 接着再押了买 不然就是买正二债券之类的 最近就没有听到美债什么消息了 这就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会去封美元定存吗 会在那开杠杆做美元定存吗 自然是不会的 有时候ETF发行商很坏 一些散户很无脑 所以才会被这些ETF发行商 给骗去买新发行的ETF 最近看到虚拟币上涨 ETF又在那说要买虚拟币ETF 现在就是看散户吃哪一套 ETF发行商就发行什么东西 就是合法的诈骗集团 这些诈骗集团 又能以正常的广告和网红合作 也能四处地打广告 只要散户稍微脑薄一点时 就会被骗去买新发行的ETF 这些ETF发行商 要的就是ETF管理费 如果是债券的话 是能再赚到台币换美元的汇差 还有美元的管理费 因为美债不会常常换股 所以和高股息ETF比起来 是少了疯狂换股手续费 当散户不再封美债时 这时想要买美债的 再去买也不迟 在市场没有很风某一样商品时 你更能看清楚 这些金融商品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新闻说 GP300行情开跑 这当连拉两根涨停 太金宝 第二喷量30万张网呼 第四季最强标股 台股22日中厂收220904.32点 上扬348.66点 涨幅1.55% 成交金额为3444.1亿元 市场传出 汇达明年GP34伏七基板 将升级采用新一代M8材料 上游材料拨先布族群 或外移资金易住 富桥昨日开平涨停 金涨0.15元至25元开出 走势飙高 中厂收27.3元 涨9.86% 成交量涌出19.6万张 成交额达52亿 成交量位居上 是贵个股第三名 网友赞富桥 神达 就是一直喷 昨日带量场红K 今天就是嘎 据雅虎股市统计 今日上市上贵 个股成交量排行前 五名一序位 太金宝 第二30万9691张 神达21万1296张 富桥19万6325张 金宝17万3303张 以及华航9万8485张 金宝积极布局四伏器有成 传出顺利进入应用材料供应链 股价回神上工 上午9点45分 便锁住涨停价32.2元 喷量17.3万张 太金宝 第二住镇集团上扬 股价连巴涨 经收8.5元 涨3.79% 爆量30万张 荣登成交王 网友直呼第四季最强标股 金宝 太金宝 金宝是挖到石油是不是 太金宝现在上车来得急嘛 太金宝人越来越多才好 量滚量 最近大家有看到一些中小型股 又开始飙涨了 例如最近太金宝DR 又开始爆量上涨 市场又在那吹太金宝第二股拿到GB300了 我也真的是很佩服这些炒股集团 记得在2020年时说太金宝是小鸿海 说要打败宇宙的公司 后面炒一炒后 里面的主力拍拍屁股走人 才告诉一般投资人真相 原来太金宝DR就仅是某一些公司 在台湾发行第二存托凭证 就仅是一间不入流的代工厂的存托凭证 说的一副要征服宇宙式的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散户的贪心 太金宝DR的股本笑 主力很容易就能锁骂 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资金 就能把太金宝DR股价拉起来 这就是很明显的主力股了 这种股票主力想要干嘛就干嘛 你去说这种股票哪儿不好时 就会有炒股集团的人来围攻你 几年前一些散户掉进去陷阱 几年后再来玩一遍 大家以为之前会进去这种股票的人 能活到现在吗 自然是活不到现在的 现在是能再去拐一些无知的散户进去 一买一卖成交易 反正如果散户不进去 里面的炒手就一直炒 天天炒 炒不停 炒到散户进去买为止 这种股票不怕被人破梗 因为发行的股票真的不多 股票都落在那些炒股集团的手上了 现在就是放大成交量让投资人注意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炒股集团的人钱 很多左手卖右手 其实他们把太金宝的成交量放大到30万张 这就是很有效的广告 很多散户就会注意到太金宝第二股价在狂飙了 等到有够多无知的散户被骗进去后 主力及炒手就在关门放狗 大家绝对不要怀疑股市中散户的无知及爱赌博 之前没价值的第二股都能被炒到涨停 原因就是这些第二股平常没啥成交量 价格也不高 只要有人进去买 股价很容易就涨停了 之前我说过 进到股市中赌博的话 你不用在意买到的标的有没有价值 哪怕是一颗石头 一包垃圾 只要有人拿针金白迎进去炒作 只要你不打开那包垃圾 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包是垃圾 进去买的人也不在乎那一包黑黑的东西装的是什么 他们要的就是高价买进这一包东西 然后在高价卖出 只要有人愿意进来买卖这样就行了 这就是投机的真谛 但主力在这个游戏有绝对的优势 他们一开始一定是线索码 接着左手卖右手的买来卖去吸引散户 一开始赶进去买的散户一定是不多的 所以股价就一直涨 天天涨 涨不停 只要够多的散户进去买 主力手上的股票也都出的差不多 后面就拍拍屁股走人 就留下一些无知的散户在里面玩 大家看从2020年泰晶宝炒完后 让散户在里面自己玩自己多久 至少就是三年多 为什么最近才在上涨呢 因为主力又趁着这几年泰晶宝 要死不活的情况下 把股票买回去了 唯有主力买到够多股票 股票都在他们手上时 他们才会在那拉台股价 新闻说 买房贷布了款 他怨深还换房错了吗 王不停 就打你这种 房市炒作太热 引来央行寄出第七波信用管制 有屋组买房都宽限其且陈述 利率拉高 但若是换屋组 则有与银行牵切结束的豁免条款 仍有受波及的女网友抱怨 和先生名下皆有房 小孩出生后想换屋 今年出满了预售屋 最近对保因为贷款条件差 大叹结婚生小孩好像被政策惩罚 不过网友近一面 到批评员PO屯房 少拿孩子当挡箭牌 女网友在网络论坛卡的购物版抱怨 生小孩换房子错了吗 提及先生名下 有动自己工作第一桶机买的房子 小三房两厅 孩子出生后发现空间不够 萌生换屋想法 今年出就签了预计明年中交屋的预售屋 最近建商通知要准备对保 由于原PO名下 有老家一半十份的房产 现居的房子则贷款中 两人都非守过身份 结果受到金融风暴管制 无宽限期 利率差 原PO感叹开心结婚有了小孩 好不容易一起存到头期款 原可按规划走下去 结果现在若卖掉房子 不知小孩住哪 短期租屋难 一直搬家很麻烦等问题 根本不想卖舍不得卖 但不先卖就利率差 没宽限期 手上现金流会变少 他因此哀怨 结婚生小孩 买新房 好像是被惩罚了 打房政策打到 让我不知道到底是鼓励生小孩 还是惩罚生小孩 还强调要就生育率的话 为何不就有小孩的人 才能拿到地板利率就好 照常理也是有小孩的人 最需要有个房子吧 没想到底下网友全炸锅 直批原批哦 你就是政府瞄准的囤房族啊 原本的房子舍不得卖 不就是要囤房吗 就打你这种囤房族 装什么可怜啊 讲一拖拉库 囤房就是囤房 自身财力不够别怪政策 卖一卖一有很难吗 说到底你们也只是 不想卖掉现有房产 还想要宽限期跟高成数 这种心态妥妥投资客 网友更只只换乌语政策没错 错在你实际上 根本不是想换房 你们都有房子了哦 不是惩罚生小孩的人 是惩罚囤房的人类 又不是贷款不到 利率差让你们第三间房子 持有成本增加很合理吧 夫妻名下有1.5间房 还想买第二间 还想要有宽限期和低利率 那你让那些连第一间 都没有的人情喝一勘 有房子不该拿地板利率 你就是觉得房子多多益善 最好不用卖然后爽购更大的房子 现在政策不允许就哀哀叫 说实话 你没有这么需要那间中古房 帮你画重点 不想急售等于还是要赚一笔 新房子也要低头齐家低利率 以前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大家炒房炒爽爽 但是现在没有好处 全部都给你的啦 选一个牺牲吧 为啥拿不到地板利率 就是被惩罚 好的利率和宽限期 本来就该留给更需要的人 例如名下无房产的首购 政府的功能 就是保护比你还要弱势的人 少拿孩子当挡箭牌了 A大回答 当房价不会一直飙涨时 新清安的贷款人数就会下降 很多换房的人 也会忽然变得没有需求 其实大部分的人心态 就是觉得房价会一直涨 觉得买房可以少奋斗5年 10年 不然就是觉得打不过就加入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乐居 这是买卖房子的网站 我可以很明显地发现 要卖房子的人变多了 而且比较比较好的房型 也都出现了 记得在9月时 大部分的房子是又贵又烂 央行打炒房两个月过去了 虽然房价没有降 但大家应该是能感受到 卖房子的人变多了 而且稍微房型 楼层的选择也变多了 会这样的原因有几个 已是之前房价一直上涨 一些卖方觉得房子还会涨 所以就息售 大家不把房子拿出来卖 这样房价就会涨得更夸张 另一个就是一些 没能力买房的人 看到有心情安 觉得可以用比较好的利率 又能有宽限期 觉得5年后房价必涨 就冲进去买房子 不管房价多高一样就买 这就和买投机股的原因一样 反正一包黑黑的东西 是黄金还是垃圾 这些投资客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这一包黑黑的东西 可不可以卖出去赚到差价 只要能赚到差价 就算被克45%的税 他们还是会很努力地买了放5年 反正5年的期间 只需要缴一点点投期款 然后每个月缴一点点的利息 5年后房价就大涨能发大财 现在的氛围已经改变了 市场不敢再一直对外宣称 炒房能发大财 我和大家说 就算长期房价 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上涨 你也不能让整个市场 觉得房价必涨 不然无知的散户行为 是很夸张的 他们做事是不会考虑后果的 就像之前赶去买美德一 买台金宝第二 还有买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第二股 他们脑中就只有稳赚 没有想过下跌 或赔钱会怎样 前一阵子市场的氛围 就是谁不买房谁就是傻子 这种氛围很多时候是投资客 建商 房仲去营造出来的 这些人短视的去加速 整个销售的过程 最近他们就尝到没生意的苦 你在短时间 把整个需求都逼出来 这就和之前00940的申购是一样的 当00940结束后 整个高股息TF就像10一样 后面出的高股息TF几乎没什么要买 最终房价差不多也和10一样了 房价不会跌没啥问题 但只要不涨个几年 就算是下跌了 现在利率有2% 3% 4%的 只要房价不上涨 维持平盘 那买房的人就是每年会配二到4% 这样就算是打房成功了 大家也不用幻想房市会什么史诗级的崩跌 大部分的房市投资客不怕几跌 他们是怕平盘及缓跌 只要缓跌 他们就是要一直付利息 然后没有人会去接手他们手上的房子 不然几跌个三年30% 之后开始反弹每年涨10% 这种情况投资客是不会怕的 这和股市中短线原理一样 我在当投机客时 我根本不怕几跌 股市几跌反而还有利可图 但只要一直平盘或缓跌 这等于就是要投机客的命了 只要一直平盘及缓跌 就不会有什么套利的机会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助理人肉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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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拜拜